好,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今天講這個話叫筍卦 有人號稱異經我們要上課六個四卦裡面 最最難懂的兩個卦 一個是筍卦 一個是下次要講的異卦 最難懂 你說這個字很容易理解 筍就筍吃 而且大部分大人都喜歡筍吃 但是在異經的筍卦是一個好卦 很好卦 你要聽我講嗎? 你知道哪裡好 那異卦本來就好像是 你不曉得好像好在哪裡 因為他兩個完全在講哲學 我們來講哲學 我們之前有講過說 從家人卦開始 家人卦下一卦叫什麼 葵卦 解卦 解卦 這四個卦就是 人情的四卦 在講人際衝突 你跟人很好 然後變形同末路 對不對? 然後都走不動 然後又化解 然後又化解 突然間人的恩怨 都是來自於說 那不夠理性 那所以呢 接下來呢 你為了避免再跳入那個 惡性循環 人要變得理性 所以這個筍跟益 在完全講人的理性 為什麼呢? 筍就是減法 筍吃筍吃法 那益呢是不是加法 什麼時候要加 什麼時候要減 完全要秉住於理性 不能說這個人是好人 但是我討厭他 所以我就不跟他 那不行 所以再來的話呢 從這個開始 然後我們的遺跡 進入不同的境界 純粹講理性 那如果理性的話 就會到這種境界 先來無事不充容 有什麼意思呢? 大自然喔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它有一定的規律喔 你說春天很好啊 那所以今天春天要多一點 我喜歡在春天 我不喜歡夏天 那你不理你 不理你 那秋天好涼爽喔 我喜歡一直在夏 秋天要不要冬天 那12月11月到馬上還冬天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如果不能接受這種自然規劃 你一直效果說 因為我比較喜歡 那麼不要什麼 那你為什麼就不開了 所以呢 我們講說先來無事不充 因為他悟到了 這一切的變化啊 生老病死啊 春夏秋冬 都是自然的 那自然東西就是必然 自然就必然喔 自然的意思齁 我們是nature喔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只會想講 自然這樣子 大自然 nature 不是 自己的樣子 然呢 是什麼什麼的樣子 然也 yes 對不對 自然是 所以自然就是原本的樣子 那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是不是自己都會這樣子的 有沒有人規定說 我們有意思以來就是春夏秋冬 生老病死 都是自然 那自然就是必然 春天後面一定會接夏天 不過你喜不喜歡他就是你 所以你了解這道理 然後接受他 甚至於說喜歡他 你就會很快樂 就很快樂 所以你如果到這種境界的話 你就先來無事不充容 沒有什麼東西好感的 對不對 沒有什麼東西要值得追求的 是你的就是你的 東西不是你的 要萬彈把我勞演 那是不是就屬於一種很充容的狀態 好 那這就要有 筍掛的修養工夫了 那筍呢 我們說為什麼在衣技裡面 是一個好的掛 因為筍是減少的 那有些東西減少是好的 很奇怪 人家說我不喜歡損事 那損為什麼是好呢 你的壞心情 壞性情 減掉是不是好 是不是 所以這個筍掛在於修養 讓你的壞的習氣 越來越少 是不是好 讓你那些不理性的行為 越來越少 所以就變得很好 所以這個筍掛就是 靠著我們的修養 你的理性的話 讓我們的壞習氣 越來越少 那等到你越來越少之後 你就四次都很充容 那這首詩呢 我們從這個北宋的大哲學 有一個陳昊 陳昊再解下來 這首詩呢 號稱他悟道的詩 整個詩的作品 我唸一下 其實不難懂 你看 先來無事不充容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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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窗日盈 什麼詩都 睡一自然啊 天天睡到自然醒 那等到睡覺起來 當然 東邊的窗 東邊窗 都已經日上三竿了 換句話說 他沒光在想班 裡面光在想班 一組 萬物靜觀 皆自等 這一句話 其實大家很熟 我說的東西呢 我都能不經濟的享受 它存在的奧妙 萬物靜觀 而且呢 我能理解 叫自等 事實加心與人 就像我講的 春夏秋冬皆有 就我們上次是 春有秋花 冬有雪 夏有秋 涼風 夏有涼風 冬有 秋有月 就是事實具有 可觀之初 對 事實加心與人 你懂那個道理之後呢 你就沒有見諺說 一定非怎麼樣不可 道通天地有行外 我們喔 這哲學 我們在講哲學 哲學叫行而善 我除了我看的道東西 我知道它的安排 我連它看不到的 我也是它背後 運轉的規則 它叫道 所以道通天地有行之外 叫行而善 我去規定 思路風雲變態中 我的思考 會跟著外面的風雲變化 風雲變態 我可以融入 我能理解這些 一些變化的道理 富貴不穎 平能樂 我到這種境界之後呢 人家覺得有趣的 好玩的 我就不見得會跟人家下棋 人家覺得當官很好 當越大越好 我也覺得那對我 因為我的快樂 來自於我的內心 所以 富貴不穎 平能樂 財富對我多少 是沒有意義的 我最重要是我內心得到快樂 男人到此 是豪雄 我們剛剛以為 英雄是要去那種太多 打壞的對不對 他不是 自己能管理自己的 叫英雄 這種觀念的話 很跟我們帶一樣 我 有一次去那個 台北的那個 法國山 在那個哪邊啊 那個那個 台北的那個 金山 金山 我去參觀的時候 日本人飛駕還是 然後去的時候 看到他們有導覽 導覽是導覽是外國人 用英文介紹 介紹他一個 那個 佛教 男人 我就很好奇說 英文怎麼介紹 給外國人知道佛教 結果他 看我進過大殿 大雄寶殿 對 佛教你一個 大雄寶殿 那個 英國人就說 這四個字沒說 叫大雄 有人解釋大雄 就是 Great Hero 偉大的英雄 那外國人問說 那佛教怎麼會講到英雄 對 那英雄你不敢說 叫英雄嗎 啊 那個 導覽你說 在佛教的那個 觀念裡面 能控制自己內心的人 就是英雄 是不是 所以 難得到此 是好小 你給我錢啊 但是我其實我不在乎 我懂的是我內心有沒有 安定 而且很承諾 所以 先來無事不承諾 這種觀念跟我們講大雄是一樣的 我不見得去打倒別人 叫英雄 我打倒自己 對 我控制自己 我用打倒自己 我能夠讓自己融入自然之間 所以我是英雄 所以大雄寶殿是這樣 我悟道 所以 那觀念跟這個是一樣的 我們講說道德經裡面 有總共四十一個地方 講到聖人 那聖人能夠給悟道的統治者 那 有時候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讀道德經幹嘛 那一般人 我們沒有人可以管 我們又是蔡英文 對不對 我們要管誰 你要管誰 管你自己 所以悟道的統治者 統治誰 統治你自己 所以你難而到此是好小 也是聖人 所以如果你在讀道德經的時候 把裡面的聖人 都解釋成悟道的人 悟道而能統治自己的人 那你就會覺得 就念通了 就念通了 好 我們現在講三則損 這比較大理解 三跟者怎麼有損的觀念 我們要比照一下這個 我們之前講過什麼 摺三選 講過第三十一卦 還記得 真的是湖泊對不對 山上的湖泊是天然的 所以我這個寫呢 我馬解釋說 自然的感應 你喜歡一個女孩子 是理由嗎 沒有我看她就喜歡 沒有任何人工的 我沒有知道她的家世背景 我看到她 我就喜歡 自然的 就要用山上的湖泊來 比喻 那公司長 家民虎 南城公路上 不是一個家民虎嗎 在山上一個大 對不對 那時候像天使的眼淚 怎麼會在山上 有一個大 這麼漂亮的湖泊呢 上帝的節奏 那是一位潭 是不是 這位潭是誰搖出來 這位潭就是摺三選 好 那這個山上的湖泊 我們叫選 天然的 這倒過來 山下的湖泊 對不對 是嗎 山者 摺在山下 所以山下的湖泊是什麼 人工的 這個沒有湖泊 這個有汙染 這個有汙染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人在世界裡面 是會被汙染的 所以呢 要在圍齒院 那麼乾淨 要怎麼樣 要就被汙染了 所以呢 這個損 那損掉什麼 損掉你的壞的喜氣 懂嗎 所以那就是三者損 損呢 損呢 要損掉你那些被汙染的東西 那遊客很多 丟垃圾對不對 我們是上不死 要淨灘嘛 淨灘就是在損 損掉垃圾 回到原來面貌 所以三者損這個觀念 就比較像那 菩提本飛樹 明鏡一悲喊 那一不乃一天 鐵甲浪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壇 時時輕浮事 莫死惹成安 那講損的觀念 本來是很乾淨的 湖泊 但是呢 你被汙染 所以我一直讓自己很乾淨很乾淨 那講是損 所以呢 一般人的修為 那個叫神鏽 就很厲害了 一直知道說我會被汙染 所以我不要被壞的喜氣梗 那就不錯囉 那慧染那是跟大師級 還不敢犯 因為慧染 他前面都沒有打車啊 所以慧染的經驗跟那個是不一樣 會讀書人 記得上 毛澤東免 讀書人叫臭老酒 有沒有 讀書人讀太多 所以免拗 說拗這樣就 一般人就只有分善惡而已 讀書人就是可以講一大對道理 最後講一大對之後 就是做壞事 所以讀書會被汙染 所以那個慧染是沒有被汙染 因為他不是字嘛 在那頁面就有善跟不善 所以你的經驗也是這樣 菩提本非術 明鏡亦非壇 本來無異 本來無異 都是惹成的 但是神秀是這樣 他比較像我們一般人的經驗 我們有讀書 有受文化 但是文化裡面有好的文化 有壞的文化 有好的習氣 有壞的習氣 大哥 我們要有自覺到說哪些是壞的 要把它 把它損掉 讓我們保持最好的 最最好的狀態 我想損呢 是在講這個觀念 好 那我們從序外開始解釋 環必有所失故 受之以損 這環從哪邊來 從解怪來的 我們上次下大雨 人倒比較少 上次 那個人來是太難得了 你的 怎麼會是修館 多二期我都修館 要是修館 對對對 你都不開了 只要一個 後來禮拜六 禮拜五就 我也是提早來 我想說是修館 結果一天就弄到 沒關係 過就過了 效力好 這個解怪 我們從那個解怪 解整環野 我們上次有比例說 要解決的事情 不能解 所以我上次來 有時候 有些同學有到 我說 亞歷山倒不是去波斯嗎 那經過一個地方 有一個解 我說人家解不開 幾千人來解不開了 解開的人 是最聰明的人 那亞歷山他拿起一把劍 順 就把它砍掉 所以我解開了 那個不叫解開 他是把問題根本不看他 那時候也能解開問題 要慢慢解 要耐心 但是呢 你在耐心的時候 叫環必有所思 為什麼呢 你用耐心的時候 你就損失了時間嗎 你損失了機會成本嗎 你那個時間用來做這個 就沒有做那個嗎 是不是 你今天用時間來這邊上課 你就沒有在家看電視嗎 嗯 是不是 所以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們就是一輩子嘛 所以我們上次用那個 用例子說有四個東西怎麼放進去 有沒有 就是一個桶子 還有大石頭小石頭 你要怎麼放順序 因為每個人就是一個桶子嘛 你這邊用的多 自然也不用用的少 有些人想要標榜說 啊我事業都成功 你話不要只聽一半 那事業成功搞不好家裡都不美滿 那我家屬家裡是家裡屬 就是這樣嘛 所以他就說 還必有所思 我用很多時間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損失的是時間 所以呢 失呢 就在剛才損失的關係 就講 失去的觀念 那失去是不是一定不好 我們到這邊 大概四十歲五十歲 我們失去的時間對不對 是不是一定不好 沒有啊你得到智慧了 沒有啊你得到智慧了 是不是 所以他損失去的 損失去的觀念是說 損益是永遠平衡 你不要只看他少了 你一定要拿那麼多的 那所以這個損掛到最後 我們自然知道說 人的時間是一定的 壽命是一定的 一定要少了 就一定要多了 所以我們要少什麼 要多什麼 損益平衡 那簡單啊 我今天損的是我的口欲 我吃東西呢 有吃就好 不用強調說 要山珍海味 那我是不是省下時間幹嘛 去追求道理 那你如果吃每頓飯 那你如果吃每頓飯 都要去找說 對我嘗嘗嘗嘗嘗嘗嘗 見完你有沒有時間 沒有 所以他提醒你 損必有所失事 人齁 你只要做一個 就是失去一個 所以你一定一開始 就要想清楚說 我要損什麼 我要損什麼 因為這是同時 會同時呈現的 所以這個雜掛專門 我們說雜掛呢 等於說也是像 易經的字典一樣 他用一個字 關鍵字 來描述這個掛的 重要的基本 Key Key Concept 就是最核心的觀念 他說 損益呢 是聖摔之時也 這什麼意思 再解釋一下 我真的要註解 損可能是聖之時 也可能是摔之時 益呢 可能是聖之時 也可能是摔之時 所以沒有說 哪一個好 哪一個不好 現在 你現在是損喔 損呢 可能是聖的開始 為什麼呢 我現在開始 咳掉壞習慣 那咳掉壞習慣 那咳掉壞習慣是不是很痛苦 我本來喜歡大吃大喝的啊 那我一下子都沒吃大喝 很痛苦啊 感覺常常不舒服對不對 可是你養成習慣之後 身體會不會越來越健康啊 所以現在是在走向聖的 所以可能是聖的 那咳掉壞習慣 現在沒有聖的 但是筍呢 也可能是摔之時 你可惜了解喔 那你不趕快把股票賣掉 你放月酒 要不要這樣 被人搭地下賺了 所以你現在的筍呢 也可能是摔之時 那反過來講呢 益呢 可能是聖之時 也可能是摔之時 對不對 你現在感覺說 你賺大錢對不對 你在說陸科好啊 陸科好啊 陸科啦 萬一不來怎麼辦 所以你不在逃後路 所以萬一陸科不來 你是摔 一路摔下去了 所以齁 他又說 我把眼界拉開啊 你現在看到賺錢 不代表以後一定賺錢 一定賺錢 其實齁 這講這個複雜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塞翁施馬 淹織飛河的故事 我们再讲一次 所以有一个老头子呢 他那个马不见了 突然早起来马不见了 那邻居就跟他说 你好倒霉哦 好人要买了 你说你怎么知道 马不见的是坏事呢 结果隔天 那个马是跑掉是母马 就带一只公马回来 要挤一只 对吧 要挤一只 我一生叫智慧 原来知道说 丢掉了反而赚到更多 他就跟他邻居说 那你怎么知道 多一条马已经是好事呢 那结果呢 他多一条马是公马马 他是猎马 就是野马就对了 那小朋友呢 骑上马去腰腕 结果从马上摔下来 跌断了大腿 所以邻居就说 原来你知道 你这么有智慧呢 原来知道多一条马 不见的是好事 因为会让你的腿摔断 这个老先生又跟他讲说 那你怎么知道 腿摔断一定是坏事呢 对不对 然后结果不久 发生战争 健康男生都要去打仗 一条都卡得你 所以没人打仗 所以就这样 完全就这样 你是笋嘛 腿断的是笋嘛 对不对 那搞不好玩了 是好处啊 所以在这里面说 笋一胜摔之十一 就讲 说不准的 说不准的 所以你今晚也不得了 一定要一晚一晚 因为他讲人设计马拉松嘛 对不对 所以他最有说 为什么这一盒挂 这两个挂是一经最难的两个挂 因为前面几盒挂 我们都告诉你 这个挂要讲什么很清楚 可是这里的挂就说不准了 少可能是多 爱可能是更 少更多啊 所以说不准 所以比较难懂 但是呢 在一经里面 他这个细子就把 孔子就把这两个 他就把这个定调 笋跟义是在品德的修养 所以呢 这一段话呢 是孔子对笋一的定调 他怎么定调呢 作义者岂有悠患乎 在作义竟然是有强烈的悠患意识的 笋得之修也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笋 当作是 修养品德 所以在修养上面的 把你坏的习惯 舍掉 所以说修养修养 修是减少 一块石头呢 你要雕塑 你要把一些东西不要丢 枣 挖掉 那叫修嘛 所以是什么 笋呢 是德之修也 修什么 把你一些坏的习气给修掉 那义呢 德之欲也 欲呢 就是宽欲更多嘛 或者就是养嘛 本来有的要变更多嘛 所以义呢 是把好东西养出更多 所以这两个就是修跟养 所以道德三 笋呢 是修 义呢 就是养 好东西要他更多 你本来是一个慈悲的人 让你更有慈悲 本来喜欢帮助一个人 你要帮助更多人 多多益善 所以孔子就把这个笋跟义 把它定调为品德的修跟养 笋先难而后义 但是呢 我们笋呢 要克制我们的欲望 先难而后义 为什么呢 本来 一匹来吃 一匹来吃三碗 哎哟 给你那匹来吃 吃不饭 对不对 那些欲望呢 先吃这个要点击就很辛苦 但是你习惯吃两碗之后说 吃两碗就是往后少花钱 浅度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那甚至于如果吃两碗可以 你可以再往下稍稍时整一碗 所以先难而后义 那习惯过苦日子之后呢 就会甘之如矣 义呢 长欲而不赦 义呢就是嘛 常常很宽裕啊 所以你不用去 赦呢 那时候他设的是机关算尽 胎充 请人家在防东防西的 但是义呢就是心胸宽大 因为常常在帮助人 就不用去防东防西 就长欲而不赦 不用请在安排机关的店 怕谁害你怕谁干嘛 心胸宽大 所以天天就很从容 所以笋跟义的话 在这里空子把它定掉 一开始笋呢先难而后义 义呢是一开始呢 就有点好的品气的话 要发扬光大 那一个很正向的人的话 常常不会防东防西的 天天过得很坦 有个人害人不心 有个人害人 这就是常欲而不赦 那笋呢是以远害 我们有些坏的习惯 常常都是自己的习惯招来 所以呢 这些人一开始把坏的习惯拿掉 叫远害 义呢比心力 让你好东西更多 所以笋跟义要一起看到 我们下次再讲义 总之呢 它一个是 修 一个是痒 修掉坏了 让好的 越长越多 你的慈悲心啊 你的通情心 越来越大 叫义 好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笋是塞后师嘛 这个老虎要抓他 对不对 要咬他 对不对 请去叫丢出兔子 对不对 你吃笋吃兔子 就老虎吃兔子 就忘记吃你 所以就逃命了 所以吃笋 笋啊 笋带一次兔子 那有没有得 有啊 得到一条命啊 是不是 所以 你刚才讲笋跟义 就好像天道夫那样 东西有一个国王 不是被咬到一个字后吗 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 感觉是笋是一个 但是因为笋是一个 得到一条命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因笋而得义 那这个的话 我是 我从另外一个读 接下来 帮助大家理解说 三者笋 这是三嘛 那这是者嘛 三下的胡果 那三下的胡果呢 三者旁边有胡果的话 所以得到水分 那这个水呢 会进入山以后 山上面的树 是不是长得更多 对 我们这个 那个 笋下意上 但是水呢 给树长之后呢 胡果是不是变少了 因为水就这么多嘛 所以就要找到平衡点啊 所以三者笋的话 一般马来认为说 是国家的征税 征税 这是上面的政府 那这下面的人民 政府要去做一定要金钱吧 那公务员要领清税吧 那钱哪边来 抽税 所以税给他 他才能够维持 对不对 那税太多呢 那他跑掉了啊 就没有了啊 所以说 损益要求平衡点 都没有税 也不可能 大家都不要税最好 好 你没有税 没有政府帮你开路啊 那这 服势馆 税 税就来了啊 是不是 所以没有税 也没有兔子管来上课啊 税 要有税 但是又不能太多税 好 所以这是死人的观念啊 要要要要 你说好 那我 我不要让有预望太多干扰我 追求我灵性 安排一下 我不吃午餐了嘛 我举例 我不吃午餐 我出来那个罗总工作后就不吃午餐 他说吃午餐 有时候就很早起床 很早起床 工作到中午的时候就很累 也想睡觉 那你一吃的话 怕痘痘 没办法休息 所以我以前 我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再吃午餐 我本来单初的一家就是 我吃午餐怕痘痘 后来发现我不吃午餐 时间都很多啊 我发现我们在一月上班的人 像护理人员 他们七点半要交班嘛 一八点上班七点半来交班 他们七点半来交班 我们的店员来做什么 店便当 他如果中午餐 不过快店员 他一定有个便当行仗 所以七点看来不是说 店员来店员来店员来店员 通常店员要吃到一间 还是这样 他不是买店员来 我们统计 店员来店员来店员 所以他不是交班 他应该先店便当 便当店员 店员来店员开始交班 所以你的店便当 本身就要用半两间 不是你要吃来嘛 你要从没车问问也对吧 问完他要好 来 要到中午的时候 想要他跳舞 跳舞 你半两只吃银铜 所以吃银铜 不是在半两间 所以吃银铜这就是 银银好 要一两间 没有发展嘛 你如果没有吃呢 请给一两间 想吃这样 这很简单嘛 所以 所以我少欲望呢 我就多时间给你做 请他 我可以睡觉干嘛 都可以啦 好 那这个观念很简单啊 我少了吃 我多了时间可以去 把他追求 零行 休闲都可以 可是你可以一直不吃吗 不行 所以这种损的话 有它的极限 我抽碎给你 你会长得很漂亮 可是我等到你抽到 没有水了 这苦果就没了 你也活不成 我一直可以抽中 所以抽到 全部人民跑光了 这国家就根本 维持不住了 这个杀鸡群 所以损瓜这样 不是就一直就 要给 但是又不能给太多 给的恰恰好 所以损 比较难以理解是这一段 所以这是英文的一句 各位叫 less is more 这个很悬 少就是多 少的你少的会变多了 我吃饭时间少了 我休息时间是变多了 我追求 遗忘的时间少了 我追求灵性时间是多了 但是不能一直的 少到变零 你可以少到变零吗 可以啊 做生啊 所以你看 释迦摩尼他当初要去悟道 是否苦修 如果知道他成道的故事里面 你看看他 他敢当王子什么都有啊 他所有遗忘是痛苦的来源 所以没有遗忘才能解脱 对不对 所以就歪掉 他完全不吃 结果在普提树下 他想到 遗忘没有很问题 那死了之后还修什么呢 就没得修了嘛 就后来是一个牧羊里头 用羊奶喂他才醒过来 他发现再怎么到 还是要维持基本需求 不能没有需求 就是这个道理 跟死的一样 你这怎么减少你的欲望 还是要满足最基本的欲望 如果你把人家所有的东西 税都抽走以后 人民就不理你 这政府就垮胎了 我想这也是属怪要讲的 好 那我们来进入笋的挂词了 笋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大家 我会用比较大量时间跟大家解释 有福 严己 无救 可真 利有用 这字都很简单 但是你把它串成笋的观念 就不容易理解 我们从笋 从这有福开始讲 有福呢 我们来解释为真诚 笋是信 那为什么这个笋解释为真诚呢 这个笋的古字就是 笋 那个 鸟要笋 蛋的笋 笋嘛 那笋这是爪子 这是儿子 儿子就是蛋 那你说 我要笋蛋的时候 会不会说 笋到一半时候好累哦 不想笋了 那不想笋 它就永远没办法孵化 那个母鸡 母鸟 要把这个蛋笋的话 一定是很专心 不能放弃的 所以我把它解释为真诚的意思 所以有福呢 是你认为说你想减损这件事情的话 是要出于真诚 所以以损为修行呢 必须真诚 必须真诚 你苦才吃得下去 我们来读书其实很辛苦 我们这书很难读 对不对 你觉得这书好读吗 很难读 但是为什么你要读 真诚 你有真诚 他想把他弄懂 你才会坐得下来 去听老师讲 你看他这么困难 不想读 你就永远不肯读 所以 笋的话 第一个要真诚 要真诚 那缘吉呢 我们说损的不一定要减少对外界的需求 减少欲望嘛 对不对 那人到无求的时候 对啊 品质最高 不要的最大 一直可以说 九二公司不承认啊 我没有入科 我不要入科 对不对 你对我要求的东西 我如果都不要你啊 他能爱我们 所以人到无求 品质高 所以呢 比如说缘吉嘛 上上的吉祥 我都不依赖 你应该对话 我只靠自己的时候 我是最迹象的吗 我不用一直看你 臉色不是最好的吗 我只要能出场 大方就能吃饱 我何必一定要低头 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工作呢 那我是不是有潇洒了嘛 所以笋呢 真的到笋的话 就缘吉 缘吉 无救可真正 我们在那边理解 那一旦这些人达到以后 我想是前面修行的过程 立友以后啊 人到无求品质高 他哪里都可以去啊 我们上次有讲过一个 那个两个和尚 要去南海的和尚 这个以前 有一个有钱的和尚 一个没钱的和尚 他说要去求金 那没钱的和尚 跟有钱的和尚 说我想要去南海求金 那有钱的和尚 他就说 我这么好的 你看 他不敢出发 你这个没钱的和尚 怎么敢资深前往 他说你要怎么去 我只要拿一个波 就好了 他沿路话远去 对不对 他无人到无求品质高啊 我也要两斤 靠真正人家施死我 就一路 结果过了一年以后 他还在 还在那个 有钱的和尚 他还在说 还在说 还在计划 他已经取经回来 所以 你有优务 你降低了你对外界的 御望的需求之后呢 哪里都走得慌啊 对不对 有人 我自然 我自然 不敢出国的理由 是什么 他怕青头 不怕 很多人 你不要这样笑 他晚上去饭店 虽然有枕头 不习惯 因为睡不好 可能没精神 所以人家觉得越满旅行什么 都不要 因为 因为枕头就把他困住了 是啊 所以我刚 我出国的时候 看他有一个手提箱上踢着 原先有一些东西我说 看着镜头出口 他越远过 你怎么这样 对啊 你还看着镜头出口 真的有 所以 所以我说 你有优务 当你减少欲望之后呢 哪里都走得通 哪里走得通 那这里就比较困难 何之用 这个呢就何 用何 其实应该从后面来讲 惡鬼可用想 这鬼是什么东西呢 鬼就是这个东西 鬼呢 就是 那台湾里祭孔 祭孔是没有什么 祭品 那装祭品也叫鬼 好 那我们要祭拜神明的话呢 是不是 为了表达我们对神明的尊敬 是要离痕 因为神明没有看到 心善坏掉 但是我 我 我 准备了很多的话 他可以 推论 他应该知道说我很虔诚 这个有人最近在检查 说台湾人的那个 詐秘 用的这种负责 然后是不孝子孙用出来 不孝子孙碰是 都不在友好吗 要跟 是老人贵心跳 是老人 摸住靠风 有住靠风 亲自靠风 有啊 很差啊 那你做优好 所以我说 破毛鸡的太多了 他讲说 所以他讲说 何之要恶鬼 可能我讲 真的虔诚的 只要两个人 都打 真的拜神明 不要那个纪理很多 虔诚最重要 所以反映到前面这些有 什么意思呢 所以他这个损的意思就是说 真诚最重要 要摆脱对外界的依赖 物质的依赖 或说人情的依赖 都不用靠自己最重要 所以就像 那个刚刚讲的一首诗 你如果能体会这个的话 怎么样 男儿到此是好凶 哪一条 富贵富隐平衡的 那些东西对我都没有 我都损掉了嘛 所以我男儿到此是好凶 往那里都走得通 所以死瓜是在讲说 你能够越来越減损 对外界的欲望的依赖 好 这是鬼 那这个就是 这个彼时针的解释 这跟我讲差不多 就是 如果真的真诚的话 用很粗 很粗俗的供品的话 神明也可以感应到 因为神明既然是神明 那你不用用言语 你的心他知道 好 我们来看团圈的解释 笋啊 笋下意上其道上行 这八个词比较难理解 笋下意上 下是什么 上是什么 等一下解释 笋得有无缘即无救可生地有 这前面跟挂子一样重复了 你说话 他在丁领一次 能做到笋的话 就能够真诚 到处走通 人到无求品至高 然后到处挑挑到道路通 那我们来解释什么叫笋下意上 这个的话 我们说过意经 认为说 所有的挂都从乾坤两挂来的 那这个泰挂呢 泰挂本来 泰挂是 这个是乾挂 那这是坤挂 泰挂呢 是上进的第十一挂 那笋挂是下进的第十一挂 我可以说这个 所以笋挂呢 是跟泰挂是互通的 那泰怎么变笋呢 你看 把这个一个羊呢 拿到上面 跟它换一个阴下来 把羊拿到上面 然后阴拿下来 就变笋挂 对不对 所以它是笋 笋掉的一个羊 笋下吧 那笋掉的这个下呢 往上补充了 所以跑到上面去 就变 变这个 更挂 然后这边变成整挂 所以犹太变 什么叫笋下义上 但是呢 我们如果这样解释的话 有时候 南太主教 我们如何解释笋下义上 什么叫下 行而下 什么叫上 行而上 就是很简单 笋下 你行而下东西能越少的话 行而上就能越多 这个行而下 肉体嘛 肉体看得到 这个行而下嘛 你要吃东西再行而下 我刚才讲完 你吃东西 要让吃饭的时间减少的话 追求性能成长的时间就变多了 是不是 你越减少肉体的依赖的话 你越能够去追求性能的成长 损下 我让我肉体的依赖越少 有人出门 我飞车 我不出门 是不是很依赖 所以就反而不能出门 好 我损下 我只要脚能动的话 我不用依赖 这种东西 我以前走就好了 所以我就能够达到目的 这是义上 所以将你习得下的减少以后 就会帮助你习得上东西更有发展 我们叫损下义上 我讲这是一个很好的道理 所以庄子有句话说 那个什么 事欲生者天机浅 所以我再讲一次 你们唱一下 事 事后的事 事欲 欲望的欲 事欲就是把欲望看得很重的人 事欲生者 天机浅 浅 把欲望看得很重的人 黑暗和灵性 我要怎么跟他讲天机啊 不是跟这道理一模一样吗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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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口 一个者 事欲生者 天机浅 那反过来 事欲浅者 天机浅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是 损下义上 事欲生者 天机浅 事欲浅者 天机浅 大家来这边 是不是这样 你不追求物质的享受 那才有机会追求心灵 为什么 因为一样的两个小时 你两个小时是要来读书呢 还是用来 唱KTV 还是吃开party 都是两个小时啊 所以两个小时用来追求心灵的话 你就自然没有追求 口腹自欲的满足 叫损下义上 事欲生者 天机浅 来 来 好 这笋现在是浅笋一咬 坤一一咬 这我们刚刚解释过了 那个水呢 一直往上的时候 山是不是可以长越大 对不对 所以下预损 那上怎么会尾呢 你一直水上来的时候 以后就没水了啊 这个就像网跟你抽税 政府跟你抽税 税越多 政府越有钱 当然可以做得多事啊 可是这钱从人品来的啊 人品啊 你抽税的时候是不是都 挟你 不要挟掉了 那挟骨后 他就不要倒你 对了 下次一看你 还是选总统啊 所以说表面上 我钱的都好做事 可是你 从下面拿太多钱之后呢 你的政权就不稳定了 所以 下预损 则上预 那如果这样说 都不抽税好了啊 政府都 都当圣诞老人 到处花红包还发什么消费券 空空的发消费券 这不是很好啊 那个五月份不是瑞士公投吗 瑞士公投呢 每个人哦 每个月可以领八万块 都不用做事哦 按人口哦 一个人八万块 这有贵吗 有贵 有贵 为什么不贵 钱哦 给你 现在就没有钱嘛 现在就没有钱 那我去图书馆 那你每个人拿到八万块 你能干嘛 开开 开开会让我赢嘛 那你把八万块集中后 才能做事 才能盖图书馆啊 才能盖路啊 盖高铁啊 所以瑞士那种 民主真的不简单 理性啊 不是从损来的吗 你钱哦 拿到钱大家都高兴了 可是他们仔细想 我有钱就是政府没钱嘛 那政府都没钱 都是淡淡好人啊 是不是 所以也不能没有税 所以不能没有税 所以在上下相信 损所当损 我不是相信说 你政府呢 必须要抽税 你也不能没有税 如果损基产移工偏职 百姓损财力 共税以职公务 吉俗大业固 对啊 我给你钱呢 是让你钱能够集中化的利用 我发下去 都每个人拿八万块 都一点点 最后你怎么办 你能上餐厅啊 小确信 打到小确信 这个国家就有大胃来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五月份公投的时候 瑞士是没过的 我很好奇 我刚才在举办一次公投话 每个人 每个人在说八万块 分两万块就好 你卖贵 两万块 两千三百万 人家在一个月 政府就要四千六百万 没什么事 就四千六万 那你拿两万块来干嘛 一个就没开了嘛 你两万块 你看两万块 你说你要买房子 你买不到啊 要买车也买不起 所以叫他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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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损跟义我们刚刚讲说 没有绝对比好坏 要看时候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塞翁师马路 现在损呢 也不代表是好 也不代表是坏 所以说你说 今天老师讲损很重要 所以什么东西都损掉 损掉别塞 所以要看时候 所以重点要 与实接行 要看实际来判断 所以王毕有这个解释 这解释的蛮好 自然是指各定其分 短者不为不足 长者不为友谊 他举这个鸟 我做的例子 这庄子里面有说 那个鹤的脚很长 那个鸭子的脚很短 那你说那个鸭子的脚好短 好可能 百味都瘦掉了 所以把鸭子的脚 够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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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鸭子脚很短 他刚好可以 潜到水里吃 那鹤的脚很长的话 有些鱼跳起来 刚好被他夹住 都不会好好的 所以大致来 没有什么损不损 只有人会刻意去减少东西 所以他说 短者不为不足 长者不为右银 那为什么又要损益呢 为什么要损益呢 所以损益 所以损益 他讲重点来 非盗之产 因为我们人 喜欢把美好的东西 有久一点 你说树呢 你长就好了 但是有时候乱长 有些树 霸道会侵犯到别人的种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修掉一些树 让别的树也能长 因为我们是人 如果都随着他顺便长的话 全部都荒荒地带 怎么还有马路呢 这树要长 他过马路 他照长过去 那人不能生存 所以他讲说 如果都依照自然的话 依照自然的话 就没有什么修养 但是因为是忍的话 所以非盗之产 顾必雨时皆行 我们忍的话 再尽量不侵害自然的情况下 有必要做稍微的增见 对不对 所以呢 不是全部都是任由自然 我们讲环保呢 是全部都保持荒荒状态吗 不是哦 我这里跑步 结果上巴克里公园 巴克里 我从本来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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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得到英国的这边 这边建筑 这边讲这个话 他得奖的原因是什么 说在都市里面最符合自然 那这就我问你 他是完全自然吗 不是 只能就尽量符合自然 他再怎么样都没办法跟原来一样 那个自然的去耍天得到 要翘翘嘛 蛤 你会惊死人 对啊 但是 在整个大自然 维持自然要有一些稍微人工 没有完全自然 没有完全自然 不可以完全自然 在都市里面整个完全自然 路完自然 都我们整团在这里 都市外也不是自然的 也是人该出来的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看 所以这一段就是诚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 恶鬼可用可用使 就是要诚心是最重要 是检验的最大标准 这圣经有一段话我们来读一下 耶稣在教训中又说 你们要紧防金师 他们喜欢穿上长袍游行 在街市上受人请安 在会堂里做上座 在夜市上做首席 做变业 往上讲是犹太的金师 像牧师一样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吞没了寡婦的家产 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 这些人必要遭受更严重的处复 他意思说 有些人在社会上是很有地位的 因为我们不要只看他的地位 为了心瓜佛佛 他怎么看呢 看下一段 耶稣面对银库做什么 看众人怎么向银库里投钱捐献 有许多妇人投了很多 有钱人 郭台义捐个一亿 很多啊 我一位只看不到一亿长什么样子 他一捐就捐一亿 那时来了一个穷寡妇 寡妇拖了两个小钱 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 总是捐很少就对了 那捐钱很少的 那庙上面就不能刻名字了 对不对 诚意不够啊 那有钱要捐的 要捐好 要 我今天外面要这个是 有我们来的这个是 有功要捐一万 可以捐一万 要捐一万 要捐一万 所以要留名的话 那钱要够得来 那这个寡妇呢 只捐了一文铜钱的四分 两个小钱 但是呢 耶稣说他什么 这个妇人呢 是最有诚心的 恶鬼可用 为什么 因为众人都拿了他的所欲来统 过他有捐一亿 假还是蓝山的 他少了一亿 他是不是要过生活 一样 但这寡妇却由自己的不足够 把所有的一切 全部的生活都投上 换言之呢 有些人的捐献是锦上添花 对不对 要博取好名 那有些人的捐献呢 是雪中送他 所以呢 这个耶稣的教理说 我们不要从人的行为里面去论断一个人的告密 要从他的心 他已经是很穷了 对不对 他这怎么穷 他把他所有的钱都愿意拿去奉献 这两文钱等到全部 懂吗 所以 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 所以 对于生命的基石的话 诚信是更重要的 好 那 大象传我们讲说 他是在讲说 人的修养 他这个修养 他这个笋 要我们修养这部分问题 重点来 要 成分制律 我们现在讲说 笋呢 跟义呢 要看有时候是好有时候坏 但是那是把它定掉 笋呢 在品性的修养上呢 就是 要修养 把你的 坏的脾气 修养掉 修掉 叫成分 分呢 是愤怒嘛 那过多的欲望呢 要压抑 过多的欲望 不能没有欲望 要治呢 是让你减少的意思嘛 所以至于成分呢 你因为愤怒呢 会造来 会造成祸害 所以要惩罚自己的愤怒 换言之呢 不要让你有愤怒 因为大部分的愤怒是没有意义的 愤怒呢 常常代表说你是无能的 你怎么有时间愤怒呢 你就把时间都去做事你就好了 骂人都骂人 事情还是在嘛 把骂人的时间省下来去做事嘛 所以骂人常常是因为要发泄嘛 那你为什么要发泄呢 因为你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啊 有时间没人 没有时间做事啊 对不对 所以 收餐人 所谓愤怒呢 只代表无能 越愤怒的人越无能 所以成分自愈 所以从死卦里面 他就很精准的来讲 我们从死卦要写什么 要克制自己的负面情趣 成分自愈 为什么 他说 这个 这个卦的结构 因为这者是对卦 我们对现的对呢 对是开口嘛 对是 人的欲望都从嘴巴来 是不是 那是从嘴巴来的欲望 所以这个对呢 在意境里面就引申为欲望 欲望 好 山下有则 这山呢 是更卦 要靠更卦来止住你的欲望 内为 内为则 外为更 更是压止住嘛 我们都有欲望 但是要适可而止 叫舍 所以从山下有则 我们损过来 要适时的解制你的欲望 来 这个 昨天看到这个很有趣吗 我们台湾人 那个嫁媳妇的时候 怎么样 新娘坐上车之后 要怎么样 要丢伞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新娘的伞这么大 这就是损嘛 我希望我的坏脾气 我嫁离以后 我坏脾气也丢掉了 所以我们台湾人就说 这个嫁出去之后呢 父母不能在旁边叮咽你了 你在家里的坏脾气 我们可以接受 去的话公婆 不见了浓浓浓浓浓浓浓的坏脾气 所以在离开的时候呢 要把你的坏脾气一起丢掉 所以用这个虚心嘛 所以你懂 你虚心这么来 这羊 就一羊 这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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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怕脾气 人家都不懂 所以 给这么大伞 允许丢伞 象征丢掉坏脾气 就是 损 损掉我的 成分自愈 损掉我的坏脾气 就是成分自愈 所以 新娘却差 拿出这支 巨无霸的神 可是 他有资质 比如说自己的脾气 非常的差 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说 我们从损挂力 要学到说 EQ 要变好了 那 用进了一回来 EQ 要变好一点 那EQ 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负面情绪 能够理解它 你说 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 但是我一直提醒 如果你一旦生气 就提醒自己说 你是无能的 你一旦生气 你一旦生气就承认我是无能的 那你还要生气吗 我说你竟不生得美兵 你一旦 他也靠不好对 你跟他买 你靠这边 我头脾气不好 我头脾气不好 我脾气不好 我脾气要帮你 你骗一下 我这样 才没到美兵 所以我等一下就用愤怒 代表无能 我想是这个 你一直推下去 这个跟自己是有关的 所以呢 所以你在骂他的时候 等于是回来 在骂自己 所以呢 这郑文正是郑国凡 他读在义经这个数 他讲到关键字 成分在一个数 那治愈在一个淡 什么叫数呢 如性 就同理心啊 但你在愤怒的时候呢 你想想说 他也想考好 那为什么要考坏了呢 对啊 有谁不想考好的呢 对啊 是不是 对对 那你这种想的时候 我最近不是刚 月考结束嘛 对啊 那我们小朋友考不好 对不对 那本来没了 都卡顺瓜 就想说不要嘛 我就推下去 然后你来说 你就算考得再坏 还是我最可爱的宝贝 我中央不是省油的灯 他就说 你再怎么啰嗦 你还是我最爱的爸爸 这个 这个 这个女生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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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男生很难 喜欢上这种女生 太厉害了 不过他这里面 他说这个成分 当你有愤怒的时候呢 为什么能够把你的愤怒压下来 我说化解流产态 也说 数 你的对象 你生气的对象 你能体验说他为什么要犯这个错 当你想了愤怒的时候 你就胜不起气了 好 来 治愈呢 那我们人都有欲望啊 那如何呢 你能让你的欲望降到最低 再一个 淡 淡薄淫 淡薄淡 不要看得那么重要 但你觉得说房子还这样 重要的时候你就想睡好 住豪宅 可是你想想说 就算豪宅我是睡一张船而已 你身体还是 那你要是什么 因为豪宅大家都睡一张啊 房子是在 大家睡一张 很厉害 是不是 所以要看得淡 所以呢 这个曾国宛讲的人 所以 我们把它浓缩起来 这整个笋挂在学着树跟淡 能够宽恕别人 然后呢 能够舔淡 不要把笋那东西看得那么重要 把名看得重要 把利看得重要的话 人就会往舔淡 看淡一点 好 我们要进入咬词了 这笋呢 在整个挂里面是有舍的意思 有压抑的意思 有修的意思 我们要解释过了 那内外挂呢 完全相应 相应就是 一跟四是阴阳相对的 二跟五 三个就是阴阳相对的 完全相应 所以笋刚一楼 笋了下面的 就把他这阳的往上跑 所以你感觉下面的少了 那上面的就是多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解挂的时候呢 我会量两个同时看 我们讲第一咬的时候 就讲 同时讲第四咬 那讲第二咬的时候 就是同时讲第五咬 讲第三咬 就同时讲第六咬 因为他们两个相对的 那这个笋呢 他讲说笋因当始呢 要佐笋之 不是一直笋喔 我们应该交税给政府 这是要的喔 但是他要求太多税的话 你得爱投票反对他 是不是 所以呢 要缴税是对的 但是缴太多就不对了 所以他说笋因当始 要笋得刚好 所以他这里面 从初九又佐笋之 九二呢 不要损意 不要损 那六三呢 又当机而断 马上要损 不同的情况呢 又决定要不要损 来我们来看 初九 以四湍瓦 以四传瓦 五九 左损之 初九呢相对是 是哪一个 他 一跟四相对嘛 阳跟阴 我来讲阴阳相对阴阳 阴阳 阴阴阳 所以这卦里面六个阳 里面内外卦 全部都是相应的 所以我们来解释的时候 我们从第一要讲 就讲第四要 那他卦词 他咬死也是一样 都完全对称的 所以要这样读书 你才做得懂 来 以事传往 无求 佐笋之 以事 这叫以事呢 满足六四 这是 但是 我们说呢 他是要给他的嘛 我们现在这里用政府来比喻 上面这里是政府 那下面是人民 他要抽税的 他要税给他 对不对 他要对他抽税 谁能让他满足 就是钱嘛 所以乙呢 乙是停止的嘛 所以我要解释 这会满足的事情 乙是传往 因为你上面政府就满足了嘛 对不对 五月要报税啊 我缴税你就不会对我啰嗦嘛 对不对 你只要一缴税 我就不会再吵你了 但是你不缴 我就一直发通知 啊赶快 那彼此就浪费时间了 那最后要不要缴 还是要缴 那你本来五月就要缴了 你拖到七月八月 你最后要缴 还是缴 但是彼此就浪费时间了 那所以说 应该要做的事情 的话就赶快去做 叫以事传往 传而是快速迅速 我们初九人要对六四缴税 这件事情的话 应该缴的 你能躲得过吗 对不对 你躲到最后 不是要去执行 你快乐 那这小胎都没了 都拎大胎 甚至黄正宗 我这小胎 他过五月没缴 八九月就可以吹缴了 以事传往无救 但是呢 他讲着损之 着损就是 应该缴税这件事情的话 要斟酌 有时候呢 他这个税呢 给的不应该 我们就会抗议啊 所以他就减税了 虽然缴税是应该的 但是要 明目要合理 要斟酌 所以这一东西讲 着损之 好 所以他以事传往 善和之言 善那是指六四 我应该缴税 你应该抽税 那你抽税不定 要建设嘛 我们彼此有这个共识 所以我缴税也给的少 快 那你收钱要办事 就善和之言 所以所谓善和之 下存 从谎之治 则足 及公之下 上存 着损之治 则无 截则之 我呢知道抽税是不得饮的 所以我要斟酌 我不能 让截则而饮 杀鸡驱来 这样的话呢 会把选灵都下滑了 好 我们讲完 初九都要讲六四了 瞬其己 十船有喜无救 挤是什么 上面的人不能满足就是挤 有欲望不能满足就是挤 那叫损其挤 欲望不要太大叫损其挤 这个上面的人需要睡 但是不能无限制的扩张 叫损其挤 不要把你胃口痒得太大 那你不要那么多睡的话 就不会对他磕太多的睡 他就不会有便利 是这样 所以你看以前为什么每次说 那健保快垮了没钱 都不敢加税 加税选举的时候就没票 就加上损其挤 虽然政府需要有钱才能做事 但是不能毫无目的 或说满天讨价的增加税收 税收这叫损其挤 损其挤 为什么能够损掉 因为药方来自于出酒 你的钱是从出酒提供的 那损其就是你上面政府 也不能把你胃口痒太大 你要量力而为 要看下面的力 你税开那么多 但搅不起最后是抽不到 使船游行 你如果你的税 合理税率刚好的话 人家很快缴税 你就很快收到钱 就能够赶快去办事 讲这意思 所以我们把这集当作欲望 当作欲望 要钱的欲望 好 那讲到第四再讲九二 力争 争凶 服损一支 这里要给钱哦 那这个是不能给钱的哦 为什么 因为他对的是谁 对的是这个军位的六五 那这些总统嘛 你能送钱给总统嘛 以前别人大声 那种商务业商业要不要赶紧 那放得要不要赶紧 那就不行 最后被发现 妈妈还要不要赶紧 那这个你看 那什么 服损一支 不要给钱 不要给谁钱 因为他对的是五 不要给君王钱 那这边是给税可以哦 但是这个已经是总统了哦 你不要动不动说 啊 是不是事情犯不好 赶快送钱给蔡英文 你给蔡英文增加麻烦 你也给你自己增加麻烦 叫服损一支 争凶啊 争凶就是不要的意思 不要给钱 所以这个跨用争税是最容易理解 他在这个位置里面哦 不能随便给钱 给上面的君主或总统 但是呢 那这个第四位呢是执行的人 是政府 他应该要收税的 应该是 所以你要给他钱这样做事 所以九二给君位六五 就贵落之限 所以你要这样看哦 虽然一样给钱 但是你给不对的人的话 两个都问题 好来 我们来解释哦 减属是到哪里适幼于而已 而意不足 九二阳居一位 刚有始终非有余者 六五阴居一位 亦刚有始终非不足者 所以两个都刚好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结构哦 他这个 他叫阳居一位 他是阴居一位 两个刚好 没有谁多也没谁少 他也给给去干嘛 不用靠钱来互相融络就对了 好那我们要给什么 给道理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 是不是给道理 我们有没有跟你请说 没有啊 但是道理会让他们分享好道理 所以他要给他什么 要给他鼓励的好道理 你想我现在蔡英文 他缺钱嘛 没有缺钱 需要让他加油打气啊 对不对 哪里做得好哪里不好 给他忠言利也 要给他不是要给正的财货 所以他说 两者虽有应但久恶不肯插 不能随便给他钱 妄则有凶 唯不损吉安 但儿常从其他顾可亦散 我们要给他正言 哪里做过就讲真话 不要说因为总统啊 他拍谁啊 那什么都做得好 其实做得很差 要讲真话才是对他最好的 此人之义君呢 以道不以物 不是以真正的金钱给他 那钱是要害他 近其道以义君 非亏其道以义君也 故服损义之 不要我们用道理来 让他变得更好 不是用金钱财物 好 那讲完二之后呢 九道讲六 获义之 石棚之规 福克尾也挤 这个挂的钥匙是最难懂的 全部是笋挂的六个钥匙 获义之 你看哦 明明是笋挂哦 怎么讲义呢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六五在军队哦 你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很多人抢着送钱给你 是不是 就是你当他那个总统了 当他乱抢 他是不是没有门路 他抢着要钱给你 好 我讲钱是很熟悉的 那我们讲说企业要帮你投资好了 好 我们要发展生计 要发展要钱啊 对不对 我们南向也要钱啊 你不要转成说 对我个人贿赂 反正对我这个国家的投资 所以一大堆人想要帮助你 获义之 因为你的位置让人家想帮你 但是因为你是正派的人 才愿意帮你 但是呢 你拿到钱之后呢 会害怕 像我们今天哦 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样上课 我们 我个人觉得我们要上课 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刻 第一 我们没有场地 我们没有场地 我们没有固定场地嘛 所以今年 就这样迷你 突然不借 我就没场地了 所以我个人喜欢有个场地 而且就这一人借 所以 场地呢 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困扰的问题 那突然有人说 企业家说 哎 原来我原理事件 你讲的不错哦 今后两年啊 场地全部在我们企业上 很爽啊 听到这样很爽 可是有时候是跟魔鬼做交易啊 不是这样吗 在选择的时候 政治军事件 拿得很爽快 那选后呢 你选前有拿两亿呢 不要表示一下嘛 不是这样吗 所以呢 当你拿到当中 很多人想要给你钱的时候呢 你应该想过这几年 拿得对不对 那你没有自信要怎么办 要问神明啊 所以叫十捧之龟 因为以前的捕食是用龟壳 那那个十捧呢 捧之背的意思啊 十背的大 就是那龟是很大的 很贵重的龟 就是用来捕食用的龟 对不对 你要是没有把握 就要问神明 我们还记得那个以前说那个 那个 五王发作之后呢 那个机子给他说什么 如者有大乙 要怎么样 谋己乃心 你如果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呢 要先问你的良心 良心问完 还不确定呢 要问你的大臣 不然大臣还说要做民调 那民调说要不要承认九二冬是 蒙心 蒙心 所以叫不是嘛 所以当你的理性都走完之后呢 就要问神了嘛 这么多人让钱给你 这钱拿得对不对啊 不过以后呢 要不要求我做一大堆 我不想做的事啊 所以你没有把握 所以叫什么 获益之石棚之龟 那你如果捕完之后呢 福可为 神明说这钱是可以拿的 那就拿了 当然因为我公开的啊 我也问过所有的大臣 那都可以了 然后问神明也说可以了 所以我就拿了 所以走完所有程序 我就拿钱都远及了 不是偷偷偷偷就把钱拿进来口袋 那不行 所以他这个谋己乃心 谋己倾向 谋己宿明 谋己捕食 四道流程 所以这一段他讲的比较简单 其实他讲这个 当你呢 你在那位置里面的时候 很多人想给你捐书啊 给你捐献 你不要动不动就拿钱 因为你有在那种名气 人家想利用你的位置 所以呢 必须经过四道的手续 谋己乃心 谋己倾向 谋己宿明 然后谋己不施 所以他这个呢 审这个前面的地方了 反正前面审掉了 直接讲说石棚之龟 要不施啦 要问人家审定 如果神明都说可以的话 那表示就可以了 我就不要违背大家的好意 把钱拿来去做 对的事情 这个咬是最难懂的 好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 这其实很容易懂 三角恋爱 对 三人行 一男两女一女两 都只要三人行啦 那短期内好像很好 对不对 可是 终究忙不过来 对不对 那最重要 很果断的舍掉一个 假设一男两女好了 一男两女好 要不要选择 对不对 那你那边是七小时候 就把两个都耽误了 因为你 那两个女生 就好像有希望啊 一直跳一跳去啊 就呢 这样蹉跎了几年之后 两个都耗掉了 但是呢 你当下决定说 我就是要你 那你一个是不是就死心了 那死心的人是这样 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不对 所以呢 一人行 他就放弃他走了嘛 只能得其有 他就交到各好的朋友 他发现里面希望他就舍了嘛 所以他讲这个 三人行要舍一人 要搞快说 这种东西就很果断的舍了 很果断的舍 这样的话 你让那个人的话 就能够搞快去 有新的 新的那个选择 这个观念哦 不是只有感情哦 我们在医院里面哦 我们在医院不是 要当住院医师嘛 那之后当总医师啊 那总医师之后就要升组织医师啊 对不对 那组织医师医院里面 都常给你一个位置啊 那以前我当 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有五个住院医师啊 那就一个只能当主治医师啊 那有个主位就不一定不讲 然后生谁都不讲 那我让到医院 然后蛋蛋蛋蛋都不讲 诶 其实他心里有意的 他就没有跟你讲 就等到 七月空破之后 啊只有一个 只有四个 没有上主治医师怎么办 他没地方去找工作 因为那种垂料啊 但是呢 如果说哦 你确定已经找谁了哦 对不对 你搞定他讲说 诶 严医师利美败 你设主治医师 其他师兄弟就要没师兄 他二月三月就要开始找工作啦 所以依人省则得其有 那以前那个谁 那个六祖会能的故事 还记得哦 他们是那个五祖要传给他 就要传给六祖的时候 不敢传给他 因为他不会打算嘛 那个其他那个 那个神 我记得叫神秀 对不对 神秀打他们很厉害啊 结果呢 他那个五祖的时候 传给那个五祖叫宏远嘛 宏远对不对 我们记住 那传给惠能的时候呢 怕说他得到这个袈裟的时候呢 会得来杀身之祸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已经是神秀飞传给他不可啦 结果他半夜把那个 那个 惠能叫来说 你快走 快走 但是有信物嘛 那袈裟然后跑到广州去 可是以前的宗远在洛阳那里 他们原来在洛阳 大家也要走 谁要去到广州那里 结果呢 惠能呢 惠远 惠能嘛 天室跑到广州之后 是力量的延伸 不是力量的分散 这讲得很好 因为我们不断 他讲说我是从高雄龙总出来的 那要是我没有在这里的话 这里就没有高雄龙总的子弟病了 那这就类似会 所以呢 应该舍的时候 你赶快跟人家讲说 今年呢 只有谁能当主治医师 另外的是没有机会的 另外的人就赶快去找出路 他就把力量延伸出去 那你一直不讲 就留在那边 像那个武祖不敢讲 就强那个伊波啊 那这个慧能呢 后来就惨之后杀生 人家想杀他 淘淘淘淘淘淘 他就往周去 所以他讲说 应该要损的时候呢 有时候就要当机立断 前面有着损之 然后浮损一之 那到这里呢 就要很干净利落 欢迎来的是呢 三人一起是没有好结果的 那个 当下有甜蜜 但长期来讲是不甜蜜 是会照来或换的 所以三人一起则损一人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好 那上九呢 也是无损一之 无救 征迹以后又好 得逞无家 这个呢 本来在挑说 跟哪一个老板嘛 对不对 要 所以三人一起 那一来 你居然舍掉一个之后呢 就死心塌地跟他了 所以他得到 他叫得逞无家 得逞无家 得到无家之逞 这个我们现在不鼓励 这些人都过老死了 这个逞呢 没有家 不回家 下半人不回家 那老板有这种 有这种 有这种那个 员工是很好 我就很放心交给他 所以说他 他能够舍掉那个 三心两意之后呢 会全意全意奉献给这个老板 所以叫得逞无家 虽然这个老板呢 不用再损益 他得到一个最好的大成 总之呢 他这个挂的结构是 有一个损呢 一个就益 一个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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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这个 德成无家 就得无家之逞 他就说这个大成 不以私人之家为面 全部奉献给 奉献给他老板 叫无家 德成无家 无家之逞 所以有点困难 大家慢慢消化 但是后面用几个离子 帮大家把这个挂给串起来 来 重点在这两个字 我们现在读一经的话 可能不要去读那些 那个怎么结果 但是 精神修养 再重点在两个字 一个素一个是蛋 好 来 我们看看什么叫素 你中了什么 就会得什么 得到不是你要的结果是 先不要怨别人 要先 这边要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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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好 我要过去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这个是心理医师 是治长精神科医生 那这个是犯假的 那可不可以得到幽医症了 那他说你能对一周办 都对他讲话口气都很凶 好 好 那这个是否 一层就已经想到 被破了 都没有结果 他会骂我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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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开一层都在家吧 我在干嘛 你不要你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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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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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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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叻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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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是怎样 我认识是谁啊 你自己想到我 我講話很兇啦 你不知道我就是什麼人啦 你要重看一次嗎 這個重看一次啊 往中的來你看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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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我好恐怖喔 叫我這麼大聲啦 他都一直罵我啦 我一直都好恐怖喔 我一直都好恐怖喔 你會一直罵我 他們什麼樣說話 什麼意思 他們都不會 我就是好救人 都叫我 叫我很兇這樣子啦 我就是好自己散步 先生都叫我來 我怎麼沒有救 他會罵我呢 我才開始都好想啦 我都知道嗎 你愛死了 愛死了 愛死了 你罵死了 罵死了 你罵死了 罵死了 我都不知道我做出什麼事啦 死了 罵死了 我都不知道我做出什麼事啦 我都不知道我做出什麼事啦 中瓜的罵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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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喔 我們叫死就這樣 你把死 你要照口夜的人就跪那裡照口夜 所以我們從這樣一度這樣講下來 我們從那裡講到反省 路走不通的時候 人家先想自己 嚇他事先歸他老公 老公很兇啊 其實他對老公也很兇 結果對不起誰是贏誰是鬼 所以這個 再被想這個 這邊有一個演講 他說你滿嘴說愛 但是啊 卻面目真命 剛剛那個太太說 他對他婚很好啊 都把他弄得好好的啊 對不對 那面目真命 你看不到你自己 你把自己想得到 其實人家看你很害怕啊 所以我們講說 你一定要有自覺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損 要損掉壞情緒 但是你要感覺 這個壞情緒的主體是誰 是你 所以你要先有意識到說 你有一個壞的情緒 才有辦法改 來我看看這怎麼意識到 有自覺到你的壞情緒在這裡 一個禪師正在擋坐 有一個學生進來說要上課 就像這樣要進來上課 進來上課之後呢 欸 這樣太壞了 啪 放下去很大聲 很大聲 踢掉鞋子就走進來 啪 就關上門 好 那何常就跟他說 你先不要坐下來 先去求門跟鞋子的寬恕 門跟鞋子的寬恕我呢 他是沒有生命的啊 對不對 胡言亂語 我聽說禪宗等都是風子 看來果真如此 我幹嘛要求門跟鞋子的寬恕 那鞋子是我的啊 他沒有生命啊 我怎麼要求他寬恕 門也是木頭 怎麼要求他寬恕 你出去永遠不要回來 你既然能夠對鞋子發火 為什麼不能對他寬恕呢 對啊 他沒有生命啊 那為什麼你要對他生氣呢 不是一樣嗎 所以生氣的是你 不是鞋子 你既然不好 然後踢鞋子踢門 他有什麼罪有什麼錯 你發火的時候 一點也沒想到 對鞋子發火是多麼愚蠢 如果你能和憤怒相關聯 那為什麼你不能和愛相關聯 你能夠對鞋子發脾氣 那你為什麼不能對鞋子道歉 一樣 關係就是關係 憤怒呢 是一種關係 當你返懷怒火的關上門的時候 你跟那門便發生了關係 你的行為也是錯誤的 那上門並沒有對你做什麼事 你先出去或者就不要進來 這種嚴厲的教學 那他會先有自解 聽到禪師的時候 這樣他就開悟了 所以跟那個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你福祖 你要意識到你的壞情緒 人家對你不好 你要想可能是我是第一個 對你發出壞情緒 我的壞情緒給你 你就是反彈回來 聽到禪師說 叫做那種台語 他明擺的其中道理 既然你能夠發火 那為什麼你不能去愛呢 所以你就當著 當著 你在發泄的時候 我就剛剛講的 你的憤怒常代表自己無能 但是無能 於是那個人去愛了 也許這他生中的第一次 他撫摸耐散 淚水流框而出 溢不住流出的淚水 這經過戲劇化 當他像自己的肩子鞠躬時 他的身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想只是一個過程 就是發現了 我說的壞情緒是發自於我 沒有人對不起你 就算有人對不起你 好了喔 你也可以選擇方式來對他 他是壞蛋喔 但是你會發現 你變成你是笨蛋 為什麼 壞情緒要讓血壓上升啊 你壞情緒之後 你血壓上升 還要中風 誰哪裡 是你祝願的 所以他可能對你做了 一件錯誤的事 但是你對自己 做一個更錯誤的 更愚本的事 所以你要先有自覺 所有的情緒 發生了主體 開自於你 他轉身到三世面前 三世立刻 伸開雙倍 擁抱你 這是覺悟的第一點 所以從前面這兩個例子 我們想到 我 是很重要的 痛苦呢 不是來自事物的本身 鞋子也沒有錯 美也沒有錯 而是你錯 來自你對他的想法 那重點來 你有能力改變想法 要做一個有負責任的人 所以不要全被 我給你砍他 像我喝像我喝 就像那個太太一樣 罵他先生不好 其實他最不好 他最不好 但是你太製作 我也不對啊 對不對 我們說要做一個負責任 把什麼東西扛在 也不對啊 你看 拋掉你的意見 我被冒犯的來源 也會被拋掉 很多人 一直在說 我去背一大衣 先去注意 怎麼這樣 對 就說 誰離你啊 你又把你的 我看得太嚴重了 所以前面呢 是沒有把我看進去 那後面又是把 我看得太嚴重 所以做得很難 所以他說 易經會有他的中優嘛 有時候看中我 有時候不能看中我 是不是這樣 所以拋掉我被冒犯的埋怨 就不存在任何冒犯 有的人認為自己是名人 所以總要被大家注重啊 把我看得太嚴重 看得太重要 那這樣的話不是 沒有辦法你有優啊 對不對 所以 講出來這個 朱光潛 我們那個民國初年的 一個大哲學家 易風浪 你必須丟開我去看我 我們今天所做的行李 你在上面看 原來我是這麼惡靈 就像那個太太一樣 如果你有機會把錄影下來 看到自己 對先生講這種話 你必須丟開我去看到我 惡行惡狀 你不覺得你面目猙獰嗎 所以這損化的重點 就是這句話 你必須丟開我去看 要冷靜 所以我剛才講稱號 萬物靜寬皆致的 我必須丟開我 忘記我是誰 忘記我什麼身份 忘記我怎麼樣 來看看 原來我在人群裡面 是這樣一個可惡的人 你有意識到這邊的話 才願意去改我 所以 講得真正好 你必須丟開我 去看我 你看啊 這個是我常常舉的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要吃這坨草 她的我是這樣 這個女子要吃這坨草 她很執著她的我 所以她非吃不可 她加碼吃過去對不對 可是她被拉過去的時候 她就吃不到對不對 當這隻女子 意識到她在當中 她一定要加碼 她就吃不到對不對 所以她越加碼 她也越加碼 結果兩個都吃不到 兩個都吃著我嘛 所以兩個都沒有我 所以兩個要思考怎麼辦的時候 我沒有我 那你先去吃 吃完之後我就吃到 所以兩個都又有我 先沒有我 後來又有我 當你很執著我的時候 結果兩個都沒有我 所以你必須拋開我 去看我 我換的道理 所以有時候要 要多重練習 不要一直 賣執著 其實不會吃佛教 或是我們心理學 都有類似的效果 要寬恕就是無心嘛 要站在別人的理睬來想她 為什麼 這個理睬 在講說悲劇的誕生 每個人製作一我 我就有悲劇了 這書 他裡面有一段 我來記錄想說 生命能一把痛苦 跟世界本體的 醫治成為一體 痛苦呢 就是你想要的慾望 沒有達成就痛苦 但是世界呢 有自己運行的規則 春夏秋冬 生老必死有一定的規則 你必須把你想要的慾望 跟世界規則 融為一體 那就悟到了 好 所以你就有生命的患了 他本來舉例說 所謂的生命的痛苦 的慾望是什麼 是九神 代表你所思 那理性的精神就是 阿波羅 阿波羅是太陽神 那太陽神代表理性 為什麼 太陽一照的話 看得清清楚楚 都遮掩不了 那九神呢 九神就是 都不想面對世界的靈魂放生 阿神 很開心 所以他把人 人都是兩個神的 困在一起 一個是九神 一個是阿波羅神 阿波羅 眾王 眾神是神 太陽神 太陽一照的話 清清楚楚 很多人說 我要不老 有人不老的嗎 有人不死的嗎 歷史上最有其他 情死王也死了啊 那你怎麼會有那種 不切實際的妄想呢 所以要有 阿波羅的精神 理性 要接受自來規則 叫阿波羅精神 但是我全部接受理性 我變成沒有我嘛 我總是有我想打死 個人的小小願望嘛 就是九神 九神要重情歡樂嘛 所以尼采說 完美的人 就是把這兩種神 總和人 他覺得 人越老的時候 越走向哪一端 大家年紀越大 越走向阿波羅 還是走向大王你走 阿波羅 所以理性的人 才很快樂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快樂不行來自於天性 快樂來自於理性的修練 會從失去裡面得到快樂 沒有經過理性 雖然失去就失去 怎麼搞得快樂 但是理性的人 失去裡面 看到背後面有得到 有得到 所以呢 一輩子就是要達到這個理想 從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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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九神嘛 但是呢 不欲局 局行貴 外面自然到底是 阿波羅神 所以一輩子 我想做也是應該要做的 要從心所欲不欲 九神跟阿波羅神 兩個 融合為一 融合為一 所以呢 我平常怎麼訓練呢 我個人 我個人 建議說 要有科學精神 你說我不是科學家 也可以有科學精神 很容易喔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科學精神 因為科學就是 萬物盡寬皆知的 要冷靜的看看 這件事情合不合理 不要等於 我們來舉例練習 這個月初的新聞 三個月 明醫子 綠掛咖啡熔乳 那 吊掛式的咖啡 就像 你說這有道理 這個網子上面 有那個自癌器 所以沖下去的時候 會把這個自癌器 沖到咖啡 所以你喝 吊掛式咖啡的話 會喝入自癌物 睡美當兵 這些話 這些是對或不對 不知道 不知道 為什麼 這叫不出來跟我們知道 睡要冷靜 有人說 你怎麼會這樣 不冷靜 這件事情 任何事情 你不要一下子 就仔細試玩 所以聽到人家 那名人呢 接下來 接下來一人三人 今天一人八人 那一天 是什麼手山啊 江手山 江手山 天上電視 所以是名人啊 對不對 他講的話當然是有可靠 那你就不可取 所以任何事情的話 半路靜寬皆自得 這些事情的話 如果你用功要去查 到底這個東西的上面呢 是覆蓋什麼東西 是不是有所謂的致癌物 那他加上熱水 是不是真的會溶解 所以這叫科學嘛 你不要說啊 因為誰講什麼 所以是什麼 不理性 那你用阿波羅的精神 你用阿波羅的精神 所以呢 腎臟科醫師江手山 今日報的說 綠掛式咖啡加了 濕強劑 碰到了咖啡油脂 恐龍致癌物 引發正義 臺北農總 民口長生毒物專家 表示喔 沒有聽過這種說法 可能是對 可能是不對 所以不要因為這樣 引起恐慌 那這就是科學訓練阿 科學訓練不是說 我們要做科學訓練的 要得到 那我背後講不是這樣喔 所以科學是這種態度 不要人云亦云 就是科學 這是浮世講的 科學是一種生活態度 人家人躲下去 這樣一彎一彎一彎 就是麻木的人 這個姿態講就不要看了 第二個 養貓會害孕婦流產 燕貓有像竹公蟲 會感染到孕婦 所以導致流產 所以 專家怎麼說 專業瘦一彎 除非你每天吃貓糞 因為竹公蟲是 常在貓糞裡面 可以你看 不小心碰不到 但量很少 所以喔 冷靜喔 因為知識很發達喔 所以容易被這個捕倒 所以我覺得喔 我們在講這個 冷靜的時候呢 你可以從生活思想裡面 去檢驗自己喔 太多是不是冷靜 所以就拋開我來看 拋開我來看 所以呢 貓對孕婦不好 貓的毛會讓你生病 貓咪會對小孩子不好 會讓你小孩過癮 快把貓送走 這個只是太多例子喔 這個有興趣的話 你那個 我看到一個 假科學網站 假科學網站 因為他上去就舉很多例子喔 似是而非啊 我想那種態度就是 不夠冷靜 所以冷靜呢喔 可以讓你的熱情喔 得到最好的發揮 所以讓理睬的說法喔 酒神是熱情的嘛 但是呢 我們希望阿波羅斯那種理性喔 可以讓人的熱情喔 得到更長久發揮 這一個詩人就話之後 他說 詩起於沉浸中 所回味得染的情緒 我們常常在 在那個衣集裡面 引很多詩啊 你覺得這些詩人呢 都是很瀟灑 他不然就寫出來嗎 他寫一個字 一個句 你有沒有要押韻 都是要很冷靜的理性的啊 但是他一開始 有很強烈的感情 所以 詩呢是起於沉浸中 所回味對不對 所以要沉浸 要沉浸喔 所以我們說損慣 要損掉你的 你的握持啊 你的習氣 然後得到最純粹的理性喔 所以呢 要一些修養 我們舉三個故事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四壽星人的故事 這講義上面有 字比較小 大家看 環宮呢 福甲色傳 廣言昭師 因此遇誅謝安 這環溫啊 東京的中央政爭啊 環溫要殺掉謝安 這廣坦之 那就色宴要他們兩個來 父皇門宴 王聖俊 會無好會啊 去就是要被殺 所以 但是不去又不行 不去就好像 人家就 你知道對方前進 人家就更快殺你 所以要去 他去又怕有不測 問謝曰 當作何際 到底要不要去呢 謝神意不變 魏文渡淵 靜坐此短 再此一行 我們一定要去 而且去不能被人家看衰啊 對不對 去不能被看衰 所以呢 兩個就去了 王子孔狀轉見於盛 為了 去到 走走走走走走走 對不對 越想有進 就越進不下來 那謝呢 就謝安安 謝是快龍 欲表欲貌 望街驅喜 方坐落山 他進去吃飯之後呢 就開始唱歌 唱歌什麼 唱這個 浩浩紅柳 唱歌 所以呢 對方中奧也提醒了 怕點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這個冷靜 所以冷靜要平常就培養 到時候呢 常常像謝安這樣 寬 淡其曠原 奶驅前 這種人他殺不敢殺 所以有人想要想到 我哪會怕你 我想這個例子 重點是平常就要練習 那第二個例子 這是從四桌心裡的啞亮 這裡面都記載了很多 算是蠻瀟灑的人 你的故事 謝太夫 也是謝安 還要來東三十號 與孫心 公租人犯海星 去坐船 風起浪湧 孫王租人 涉便去暈船 便唱死 我說不要坐不要坐 船出去人要暈船 受不了 太夫神情芳王 銀孝奔 但是謝安 神社之路 還可以在上面唱歌 忠人以公貌嫌疑 說有趣不止 這個搖船的船 不是說 這個謝安 還蠻貴還要唱歌 就把船再搖更遠一點 那搖更遠其他運船 就更受不了 更受不了 季風轉急 浪門 諸人皆宣動不住 大家不知道大家知道要討 這時候謝安說 好 大家看 我們回來了 做兩歲兩歲 如此 將無愧 我們回去好了 眾人急承響而悔 於是省其量足以正安草業 我想這也是訓練 也是訓練 就是 大家這樣的時候 很狂行的時候 當然是很鎮定 不過這個很難 我當過海軍 這頭 頭還沒跳出來 太難 我要第一次坐傘床 左營坐到基隆 坐了 18小時 基隆開車不是 開五六個小時 高雄開到左營 開五六個小時 才準三十八小時 我載油很重 啊 為七小時 整個小時 塞到半邊 我頭髮給我跳 這很痛苦 所以沒辦法像謝安這樣 那這一個故事 我們高中就讀過 就蠻有趣的 謝功與人為期 在下起的時候呢 偶爾謝玄懷上興致 謝玄呢 他們正說正在肥水 跟秦草神現在的肥水大戰 秦草的軍隊只要渡過肥水之後呢 東京就要滅亡 換句話說 那時是 很危急的時候 這時候呢 謝安看人家在下起 下起然後 看書進 陌然如也 人家前方有戰報 寄信過來 然後看信之後看一看 然後就在旁邊 繼續嚇死 繼續嚇死 徐下去 慢慢的再繼續把這舉完成 客問懷上 但是旁邊的人看不下去 那是怕癌化輸啊 怕癌化輸啊 結果他就淡淡講去 小兒被大破載 已經答應了 我這個實在是 一輩子都要笑 不知道是不是都要笑得到 我沒辦法 我最近看到他在直方 在成巴去 啊啊啊啊 我小朋友 就比較跟我看球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要想這種很冷靜 老生怒定 異色即止 不異異於常 那我們其實這幾個意思說 你要平常 能夠萬物靜觀皆知 很冷靜的看待所有的事情 才有這種修煙 所以呢 冷靜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個也說 恨得芳菲世界 有人會傻 都富 因與變 就是說這大些世界 這麼多漂亮 但是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讓慧眼去看那種 因為我們人的心都不定 我們無法靜觀 所以要靜觀 才能看到這世界的美好 所以呢 碰芳菲世界 有人會傻 因為你心不盡嘛 所以好東西在旁邊 你也沒看到啊 多富羽 陰與煙 都讓陰與煙 都讓陰與煙帶走 心無牽 所以要能冷靜 冷靜的話 才能看到好的東西 詩心說 冤飛逆天 愉悅愉悅 延起上下茶也 重點再來 明茶秋寶的茶嘛 阿波羅不是理性嗎 太陽一照 什麼都看得一清二楚嗎 所以叫我們要 鳥飛到天空了 雨衝 跳出來 我看得清清楚楚 好像刻寫一樣 因為我心是一直很安靜的 所以他就上下茶也 為什麼能夠茶呢 能夠明茶秋寶 因為你一直很冷靜 在看你周圍的世界 我想這是一個很棒的修養 所以這首詩呢 就是在講這個修養 讓我們靈性的靈性 所以我們這樣子講到一個字而已 要素 要冷靜 我們要把自己的修養投入 那第二個要淡 那這個我們舉另外一個故事 今年奧運的故事 浮起倒地的對手 離跑將獲准進決賽 這一個影片 就是五公里 彼此的五公里的 算是短跑 好嗎 那一個 美國的選手 跌倒 就是五公里的 重要的不只是勝負而已 他跌倒了 半倒了他 他把他扶起來 他把他扶起來 當然我扶誰死了 對嗎 他受傷了 他一直鼓勵他 不要這樣 你看 你看 你前面兩個不是都跑過了嗎 所以輸贏更重要還是 他出人看著看 這段影片是今年奧運最美的畫面 人家跌倒的時候有人就這樣趕快衝過去了 人家要去擺嗎 那你一耽誤一直就沒有了 那這裡面說當你比較心放下的時候 你才注意到其實人跟人是最單純 就是受傷有人需要幫忙 但是你眼中只有金牌的時候 那些需要幫忙你就看不見了 所以我想增果板說要淡 把個人得失看淡之後 你才能注重人性美好的一面 想要去看淡 所以呢 我們藉神掛在講這個道理 微學日益 微道日盛 我們東西越懂越多 對不對 今天你本來不懂神掛現在讀完你就懂了 所以就多懂了一塊叫微學日益 但是微道要日盛 什麼微道呢 我們說到現在的道就是什麼 叫悟道 要統治自己 所以微道呢 要統治自己 了解自己的話 反而要做什麼功 要損掉什麼 損掉你的壞吸氣 損掉你跟別人比較 你如果現在大家一直注意要拿金牌 你就看不到有人需要幫忙 因為無人性光輝 所以微道日損 那損之又損呢 以至於無為 你今天所想的東西要如何保留 壞東西改掉的時候 你就沒有時間去改別人啊 今天那個太太呢 一直說她先生不好 她還不好 但她如果意識到是我最不好的時候 她還有時間去注意她先生不好嗎 所以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 無為呢 就不想去改變任何人 你想改變的只有自己 叫損之又損 不要想要強項不好 你自己變好這麼快 所以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 當你無為的時候呢 無為就是不想去對別人改變別人 不想去對別人期待的時候呢 你反而是無故為 別人自動就變好了 當你不會口出惡言的時候 你現場自然就不會對你口出惡言 講得真好 我想就是道德金正道 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 好 所以呢 最後一篇呢 時間監討比較久 因為這個話比較困難 誰沒有罪 耶穌從感染山下到耶路撒冷 聖見傳福音的時候 有許多百姓跟隨她 聆聽她的教訓 此時呢 有文士跟法利賽人 但是因為正在形影的婦人 被發現的婦人來到耶穌面前 問她說 夫子這婦人正在形影石被拿 摩西的實踐說 有形影的話呢 要受除吧 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 你說呢 我們應該怎麼處理她 耶穌知道這是文士跟法利賽人的挑釁 故意要使她落入陷阱 讓她難堪 你不是說愛嗎 那你要愛一個犯錯的人嗎 對不對 因此呢 耶穌並沒有馬上回答 而是彎下腰 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耶穌這樣做呢 是要文士跟法利賽人 藉此有空 反省自己的 有沒有資格拿石頭 去丟形影的婦人 可惜的是 文士跟法利賽人 非但沒有自行的能力 還自民情道的咄咄逼人 還跟她太太一樣 要說誰掛 誰掛 要耶穌馬上回答 如何處置這樣的婦人 這位婦人 結果耶穌怎麼說 大家都知道 你們中間要是誰沒有罪的 誰就可以拿石頭打她 所以大家想損之又損 我都有做過壞事 才沒有罪 所以以至於無為 沒有人敢去丟她 這跟道德經講 翻臉是一樣 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 你當你所有時間來反應 這根不夠 你怎麼要時間去指責別人呢 所以損掛呢 重點是 要讓自己的壞息氣 一點一點的改掉 要將你的重心放在改變自己 不是在改變別人 之後 在場的人聽見耶穌話之後 從老到上 一個個離開現場 每個人一想啊 每個都不是一百分 大家都是萬眾的 耶穌看到所有人離開後 就自己要來對他婦人說 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他說沒有啊 他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所以這個耶穌叫做奴隸 我想這非常感動 所以呢 損掛在講簡潔 讓自己變得很簡潔 不要東西都捨掉 虛民啊 或說那些 欲望啊 降到最低 一旦簡潔就是極致的單純 讓自己過得很 身輕如厭的生活 好 謝謝大家 再來兩個禮拜 我們十月開始就有正常 九個月份時間的天安 好 下次我們可以講第一關 好 謝謝 謝謝